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伴手夫妻頻道 我是哈娜 在影片開始前 記得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今天要來買最近新出的禮包 白狼野叉 你們看 這次官方真的超婆心的 這個禮包是不用課金的喔 只需要125個鑽石就可以購買了 希望之後出的禮包 都是像這樣可以不用課金購買 好了 我購買囉 拿到白狼野叉頭 這個野叉頭啊 我覺得真的很可愛喔 它有兩個小耳朵 我拿到野叉服裝囉 它旁邊還有肉一邊的肩膀 這樣子看起來就稍微有一點點的霸氣 拿到木雞鞋囉 但是我覺得這雙鞋子看起來有點普通 如果是那種稍微有一點點厚度的那種厚的木雞鞋 會不會看起來比較好看呢 我換好囉 這個表情好像有點不太適合 我換一個好了 然後這次呢 我是用吐司蛋的賬號來購買的喔 因為它的賺超多的 再來切換一下身形給你們看看 這個是比較魁梧的身材 然後這個是長腿高個子的身材 這個是一般身高的 最後一個小不點的身高給你們參考囉 再來就帶你們去參觀 在派對裡面 每次都排名第一的 214萬星星的方主家來參觀喔 我到囉 我一進來就真的被嚇死了 你們看看這一群人 哇 全部都是會員耶 真的看起來超熱鬧的 然後我覺得他家很特別的是 他這個花盆 這樣子放在這裡佈置起來非常的好看 他把花盆放在木頭的架子上面 這樣子看起來非常有鄉村的感覺 再來這邊呢 有一張舒適的白色木頭椅子 後面放了一個噴水池 這樣讓人感覺好放鬆喔 還有這裡呢也可以洗香香喔 他旁邊鋪了一些草皮的地毯 這樣子就很像在森林裡面泡澡的感覺 然後這裡是健身房 我來運動一下吧 結果實在是太重了 我還是抬不起來 然後旁邊有跑步機 這樣跑起來非常的好玩喔 游泳池的中間 他有放一個超豪華的公主床 哇 嗯 誰要來服侍我啊 那你先幫我放個洗澡水吧 沒有啦 跟你們開個玩笑啦 然後呢 在這裡睡覺呢 真的是太浪漫了 起床呢 還有海景可以看喔 然後我突然變成展覽品了耶 我是美人魚喔 這個魚缸超有趣的 大家也可以來這邊玩一下 當一隻美人魚喔 這邊呢可以做很多的餐點 我先來做一隻炸蝦 好了我做好囉 像潘潘的炸蝦完成囉 再來做一份壽司吧 壽司也完成了 我在想啊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 鮭魚海苔口味的吧 你們喜歡吃生魚片嗎 我要開到囉 超新鮮的鮭魚壽司 超好吃的喔 超新鮮的鮭魚壽司 超好吃的喔 超新鮮的鮭魚壽司 那我再來製造一杯可樂吧 可樂也好囉 好你們也有做喔 那我們一起乾杯吧 你們覺得好喝嗎 你們覺得好喝嗎 再來這邊是教室喔 但是他們學生出的作業也太多了吧 一堆跟山一樣 這樣要多久才可以完成啊 再來呢這邊呢 有一個日式小木屋的景觀 哇 洞看起來是要花不少的心幣喔 最有趣的啊 是他把寵物放在牆上 這樣子呢 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展覽 而且呢又可以省空間 非常的有創意喔 然後這邊呢 有一張竹藤的床 這個床啊我也有買喔 這樣擺在這裡啊 真的非常的好看 還有喔 小木屋的屋頂呢 他也沒有空著喔 這邊呢 還有做了一個煙囪耶 真的很厲害耶 地下室他是佈置成監獄 但是呢 他的監獄啊 都有各種的風格喔 像這間牆上呢 他有放一個很繽紛的文字的燈飾 這樣子呢 監獄看起來就非常的亮眼 這樣小小的一點點的點綴啊 就加分很多囉 再來這間呢 我在想應該是給大佬來休息的客房吧 這個床也太酷了吧 超巨大的 房間呢 感覺非常的舒適喔 還有他的後面啊 這個翅膀造型的背板呢 真的超時髦的 再來這裡呢 是美式的餐廳 哇 他的東西真的是滿滿滿滿滿的 不行 超多的啊 超有錢啊 你們看 房主他正在睡覺喔 大坑睡的樣子也太可愛了吧 那我們小聲一點 不要吵醒他囉 用詞呢 這邊有放煮法 就可以坐在這邊悠閒的釣魚喔 再來我覺得最美就是這裡了 這一棵樹到底是怎麼蓋出來的啊 我記得沒有賣一整棵樹的啊 然後呢 他樹上面還有個釣裡 加上愛心的裝飾啊 真的非常的好看 簡直就是網美的拍照最佳景點啊 這樣的畫面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療癒呢 然後這邊我在想應該是機場吧 我要去買機票囉 買好機票要去飛哪一國好呢 聽說大魚都在歐洲耶 我等一下去歐洲玩好了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他的地毯呢 是少女粉喔 這樣看起來非常的可愛 這邊應該是要上飛機前要先消毒吧 全身都要消毒耶 也太酷了吧 然後呢 後面呢是一個小公園的感覺 這邊可以露營喔 他用了四種顏色的格子的野餐墊 這樣子布置起來呢 就有另外一種視覺的美感 我覺得他很喜歡繽紛的配色的視覺 用色都非常的大膽鮮明喔 再來這裡呢也是很美 前面放了兩個蠟燭的裝飾 看起來就更有FU了 好了 那我參觀完囉 我來拍一張網美照吧 留一個紀念 大家真的超美的喔 超推薦大家來玩的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你們有買白狼夜叉禮包嗎 可以留言告訴我囉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一個讚 幫我分享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們訂閱一下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